王宏杰哥结婚后剩下的女儿发法 平时也经常透过社群分享一家三口的育儿生活 杰哥谈言女儿发法是越讲越故意的类型 要是警告女儿不要摸滚烫的热水 她就会故意去触摸 被烫到了才哭 或是叫女儿不要跳语词不然会跌倒 女儿就会故意跳得更用力 跌倒了再来哭 育儿专家都会建议家长 在教导孩子规则时把不要改成要 但杰哥无奈地表示这招对女儿完全无效 对此杰哥索性直接放弃 让女儿用最适合她的方式成长 每当别人建议她看哪个育儿专家的文章或影片 或是给她一些育儿建议她都会直接婉拒 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一样 专家教的方式或是别人育儿的方法 不一定就是能解决自己小孩的问题 在康备时将在教导��找到的地方 就是能解决自己的方式成长 还是能解决自己的方式成长 如果能解决自己的方式成长 需要任何人建议自己的方式成长 要求自己的方式成长